CHEPT GPT 包含平面設計 設計一個海報 這個海報多大 要多少顏色 用哪些字 他很快幾分鐘內一般構成 或者是一本書的封面 你告訴他是哪些文字 怎麼樣的圖 他也很快給你構成 那大家就發現了 中低階的工程師 中低階的設計師 瞬間取代 你來到歐重慶的天下大事預測 今天要給大家說 火的不能再火的 CHEPT GPT 這回在2023年的兒月 中旬 已經全世界有一億多人用了 並且至少還有兩三億的人等在那 要趕緊也進到裡頭去用 為什麼呢 因為他實在太重要了 首先跟大家報告 對於華人世界 對你會有什麼影響 第一 在台灣大概 在半年到兩三年內 會因為CHEPT GPT 或者是這一型的AI出現 造成150萬個工作機會 被他直接取代掉 你一定想知道為什麼 我馬上告訴你 而且是哪些行業 我也立刻跟你講 你千萬要仔細聽 不要投資錯誤 第二呢 是整個華人世界 會有兩千萬個工作機會 也被拿掉 好 這就要趕快回頭來說 為什麼 他有什麼能力 又是哪些工作 第一個最明白的是 因為CHEPT 他可以按照客戶的需要量身定做 例如台灣的14家金控 都可以請他量身定做 最明明白白的就是客服 這時候的客服他會變成 非常像真人在說話 所有的信用卡的問題 金融卡的問題 存款的問題 支票的問題 外匯的問題 乃至於票券 證券的問題 他都可以盡其所能的回答你 而且回答的是最新資料 這樣一來 你覺得客服人員該怎麼辦 這很簡單的 他就會去掉九成的客服人員 只留下疑難雜症沒辦法答的時候 才有剩下的10%的客服人員來回答 所以大量的客服人員 確實會消失 既然金融的客服人員會消失 那電訊的客服人員 以及許多大型公司的客服人員 也就都會消失 當然 還有 有很多 雖然不叫大型 是中型公司 例如 許多的線上遊戲 這些需要客服人員來幫忙回答的 都會消失 那你可以發揮想像力 其他也需要客服人員的呢 例如什麼 例如像保全 或者物業管理 也會有客服人員 當然 因為所有問題的提問 都可以全面列舉 全面的結構化表列 那 他的CHATGPT 就能夠完整的幫你做客服 你看 一個台灣島上的所有客服人員 就有多少 少個九成 那是一萬計 而且是數萬人 就被他給取代掉 第二個我們想要說的是 會計人員 雖然紐約時報說 CHATGPT的數學能力只是一般 但是我們經過給他測試 對 他只是一般 問題是那個一般 也完完全全夠用 因為他達到什麼程度呢 大概是國中二年級的水準 可是我們知道 95%的公司行號或者店家商家 他根本只用得到 國小六年級的數學能力 這樣一來 就不需要另外請會計人員了 只需要讓AICHATGPT 來幫他稍微計算 或者是花個30秒 甚至15秒 就能夠完成這個任務了 於是 目前公司還有聘會計人員 的會計人員 可就得小心了 此外 CHATGPT在介紹 你給他設計好的產品 這可是他 專門又專門的拿手好戲 你馬上可以想到是什麼 像 受險產品 也就是說 但是所有的受險 所有的產物保險 他都可以繼續迷移 而且完全不耐煩 不會不耐煩的 幫客戶解說 還可以做各種版本的交互比對 那我們現在擁有10萬以上的保險 或者是殘險的各種軍隊 您認為這個CHATGPT 是不是有巨大的取代率呢 對的 它的取代率又會高達9成以上 想到這 你馬上想到 精算 就對於你的各種財產的精算 和投資的可能的相關精算 也會受到影響 但這都 還不是最大的殺傷力 大家想到CHATGPT最厲害是什麼 所以他對於各篇文章的翻譯 還有 摘要 也就是Sammary 極其精確 而且精準無比 這個啊 相當於 我說的 可是我們經過測試 相當於台灣 頂大那十所大學的 碩士生的水準 也就是給他一篇幾千字文章 或者幾萬字的文章 請他做指定好啊 500字或1000字的摘要 他做的既快又好又精準 這種能力呢 要達到台灣的頂大的碩士生的水準 才會有這個能力 那麼這種語言能力既然如此強 而且是跨語言的 那麼 國內啊 一百多所大學的外語科系 可就得小心了 包含英語日語等等各種外語科系 那大部分的外語科系 所本來可以擁有的職業缺 可能又會被CHATGPT給拿走了 那麼外語學院和翻譯科系呢 會快速的在市場上 幾乎沒什麼空間 原來那些口譯不是很強嗎 現在啊 各種聽證會的口譯呢 只要派出CHATGPT 他大概 十之八九都可以做得很好 那麼還有一種人才呢 叫做秘書人才 秘書人才 還分好幾類 先說有一種 叫做會議紀錄的秘書人才 CHATGPT耶 他可以把現場每一個人聲音做區別 而且根據順序把你所說的話 清楚的做記錄 還可以把這NNR的多餘的罪詞給刪掉 這樣一來 會議的秘書又被他給取代 想到這兒 大家立刻曉得 那就也會研究到 研究形成的秘書 這個部分會不會被取代囉 對啦 他對於形成的排列 特別厲害 不只如此 這種秘書還包含以下這種 我們做的實驗 我們問他 如果我現在要辦一個宴會 十二道菜 我這個客人有人呢 不吃牛肉 有人呢 對於貝殼類過敏 有些人呢怕吃辣 然後我每道菜啊 不可以超過新台幣 兩百塊的成本 那麼你可以給我一個菜單建議嗎 他真的迅速在30秒內 就給出一個菜單 而且還不重複 並且完全符合以上的任務 那你認為這樣的一個秘書 上哪去找 這如果是交給能呼吸 能寫字的 大學畢業或碩士畢業秘書 能這麼有效精準快速嗎 就算可以做到 也得上網查了個好半天 才能完全做到對吧 所以在這幾項確實 都是GPT他的強項 那他有沒有弱項呢 有的 他是有弱項的 例如他對於即時新聞的更新 即時新聞的談論 他沒有辦法這麼快 換句話講 他對於既定的 routine的這些工作 包含我前面說的 不管是受險產品 產險產品 或者是電話客服 任何既定業務 這些業務都已經是 訂好的 或者是已經發生完整案例的 這種他特別厲害 數字這種也是 或者語文這些都是 但你如果要談 現在進行的話題 那就未必了 包含最近的什麼足球大賽 他可能都還沒有更新 可是業務類 他能把人的工作給拿走 那就十分可怕 那GPT還有別的缺點嗎 有 有一項明顯的缺點 這會使得 兩岸所有華語的老師 還蠻開心的 例如呢 他對於 古文裡的成語典故 還有古文裡面的 許多人的典故 他是不熟的 讓我來舉個例 譬如你問他 劉備的三顧茅庐怎麼回事 他就會瞎編故事 說劉備去找孔明求仙 然後啊 這是真是發生過的 然後呢第一次求仙 孔明怎麼說 第二次求仙又怎麼 第三次又怎麼說 他完全忽略了 也搞不清楚龍中策 和劉備去找孔明的 主要的政治目的 可是那個故事編得煞有芥蒂 這樣一來呢 騙完全不知道什麼是 三顧茅庐的小學生 或者中學生 還真能夠呼嚨成功 還有啊 如果學生用這個來做報告 那其實結果是 老師如果不認真看報告 也會覺得寫得洋洋傻傻 還是有看到 好像一些重要字四四而非 所以 這當然就給了老師出了難題 但是啊我們起碼可以確定的知道是 只要是深度文化裡面的語文的典故 不管是 漢語的 日語的 英語的 法語的 德語的 希臘語的 都是一樣 他沒有辦法 進入這種深度性的討論 這種深度性的討論 例如你跟他討論什麼叫行上學 什麼叫法國薩特的存在主義 那些深入的內容 譬如說薩特這本書 存在於虛物裡面的地底當說啥 這他還真沒辦法 可是如果是以上我們說的 這150萬個台灣的工作機會 他還真有辦法 而且是馬上有辦法 那我們現在當然知道 許多嗅覺靈敏的大型企業 尤其是國內的前三千大企業集團 他們都會針對這個方面 去找他做客製化的定做 那麼請問客製化的定做 會只有checkGPT微軟這一家嗎 因為微軟入主這個open AI 51%嗎 答案是絕對不止 我們來看谷歌 說谷歌在2月8號狂跌 他的股價1500億 當然谷歌絕對不會是吃素的 因為谷歌本來在搜尋的世界 佔了93% 這93%當然指的是 指在這個中國大陸以外的地區 那麼這93%的市場 加上checkGPT微軟可以搶回多少呢 預計可能可以搶回1到3成 所以啊 谷歌當然就會向下掉 那谷歌會不會就此罷手 在這裡呢乾脆讓給微軟 不可能 他立刻也要推出他的類似GPT 那叫什麼呢 叫做Bean 當然啊你知道有微軟有谷歌 那其他家也會推出啊 其他家的推出到底有多強 能不能有checkGPT強呢 我給大家另外一個好消息 其實真的人工智能最強 這個基數最大的是悟道啊 是北京人工智能學院的悟道2.0 他可是checkGPT的十倍的基礎 那各位說那悟道2.0 為什麼不早點推出跟百度結合的 是的 這個百度呢肯定也會在一年內 就立刻加入不止百度 我相信比如說網易啊搜狐啊 他們都會推出屬於中國版華人版的 當百度網易搜狐這些一推出 那國文老師要小心喔 他一旦推出 那我保準常用的三萬個以內的所有成語 或者是主要的名句 一定他都可以朗朗上口 例如什麼 例如來我給大家舉幾個例子啊 譬如說這個句子是誰說的 無限風光在顯風 我們執行製作知道嗎 他說不知道 但是我保證啊 百度的AI肯定知道 他知道是毛主席寫的 那我再問說 那宜江聖勇追窮後是誰寫的 還是毛主席寫的 好再問下一句 那麼玉宇天公勢筆高是誰寫的 毛主席 他這次一句一反三呢 那是從哪一句出來的 不知道 慶元春學 這個肯定呢在百度的AI 會精準回答 也就是所有的名詩名句 或者是所有的重要典故 這在華人的AI裡面 會推出來 這個是會在一年內完整發生 因為華人的AI確實 遠超過微軟化谷歌的 因為他投入的日常語言夠多 大家說 那為什麼會比較慢推出呢 這主要是啊 因為華人的政治禁忌比較多 所以呢要做更多的小心 例如啊 我們當然很容易問以下這樣的問題 我以美國來舉例 比如說 你問他說川普是個好人嗎 他就會跟你回答說 川普啊 這個人呢可能霸道了一點 而且英文呢 是真的是文法錯誤百出 這話他會有 你問他說拜登是個好人嗎 他會跟你說拜登啊 好像疑似啊 有點腦人痴呆症 他呢 這樣講話呢 好像講的是以前的話 他自己忘記了 這種話 在美國講 是比較緊的 但你如果這個話呢 是在華人世界講呢 恐怕就不太妙了 就算是在台灣 你問蔡英文 如果呢他把蔡英文說 他的論文就是假的 蔡英文恐怕也是挺受不了的 所以如果是由台灣版 所發布的話 那禁忌可就多了 同樣中國版所發布 他禁忌也會非常之多 可是咱們話說回來啊 企業是從來 從他的成本去想事情 絕對不會手軟 這個不會手軟 就會造成華人世界 何以因為我以上給大家報告的 這些原因會少到2000萬個工作機會 而台灣的這150萬個工作機會 基本上我可以這樣說 是屬於做辦公桌 而且年收入100萬以下 這些可能性極高 那麼大家當然聽到 看起來啊 是床邊服務 桌邊服務 人力服務的這些 不容易被取代 比如水電工啊 木工啊 復健人員啊 護理師啊 或者是這個打針的護士啦 在按摩師啦 或者是美髮師啦 美甲師啦 這些 沒那麼容易被取代 你立刻又想到還有一個叫做外賣小哥 也還不會被取代 但一旦是做辦公桌接電話的 包含 以下另外幾個 請注意啊 畫圖的 包含平面設計 設計海報的 你如果跟他說 我要辦個會議 你幫我設計一個海報 這個海報多大 要有多少顏色 用哪些字 他很快 在幾分鐘內幫你構成 或者是一本書的封面 你告訴他是哪些文字 需要什麼樣的圖 他也很快給你構成 來自於一大批房子 這些房子每個房型 差不了多少 他也可以很快 為你做一個室內設計圖 所以啊 他是也能畫圖 不但如此 他還可以寫程式 甚至寫簡單的APP 那大家就發現 這做辦公桌還包含 中低階的工程師 中低階的設計師 也會被取代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